大家好,我是Jason 很高兴又和大家回到我们LBS应用开发的学习课程中 那么在经过我们上两节课的一个学习 相信大家对LBS的开发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对百度地图呢,以及 对Google地图 百度地图,以及高的地图的API申请 以及基本代码的一个编写 相信大家都有了比较大致的了解 那么同样的这节课呢 就跟大家演示如何申请搜搜地图的API Key 以及SDK的继承 那么在开始之前呢 希望大家来和我一起回顾一下 申请API Key的一些步骤和要素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必须拥有账号 第二个呢 是要知道数字签名和包名 有了这两样信息呢 咱们才能申请一个API Key 那么接下来在申请过程当中呢 提醒大家 有两处地方是跟我们以往的申请方式 申请步骤是有所区别的 这两个步骤究竟是什么呢 接下来就跟大家详细的讲解 OK我们还是先打开浏览器 在浏览器当中输入搜搜地图的官网 OK搜搜地图是程序地图 这是名字啊 我们叫法不一样而已 OK 在下面找到Android SDK 下载开发包 OK这时候开发包已经下载下来了 好了 下载完之后 咱们打开 下载好的这个包 将它减压 好里面 很齐全 已经包括了 开发库 就是我们所需要用到 调用到的炸包 以及接口文档 还有Demo 一个示例 好了 这个当中 这个当中我们先 我们只需要它的开发库 然后在开发库 使用开发库之前 咱们要回到Eglis当中 创建一个 Android的一个项目 OK 创建一个空的Activity OK 好 finish 好了 项目创建完毕 接下来我们导入 炸包 开发库 OK 放到Libraries 回到Eglis 回到Eglis 刷新 我们的项目 然后呢 再将这个炸包 这个开发库 导入进来 引用进来 OK 那么接下来呢 好 接下来 咱们又回到 它的开发指南当中 按照以往的操作步骤呢 接下来咱们是要申请一个 API Key 那么这API Key呢 从哪里获取呢 页面当中呢 点击右上角的登录 这时候弹出一个输入QQ账号密码的这样子一个对话关 那么这个也就是第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区别 就是使用API Key登录 这个账号使用的是我们的QQ账号 也就直接的跟我们QQ账号绑定在一起了 那么好 我们在这个地方输入密码 好 已经登录了 登录了之后呢 接下来 到开发密钥里面去申请API Key 大家看到我这个之前已经申请了一个API Key 那么没关系 咱们重新申请 好 应用名称跟咱们的应用名字设置一样 点击提交 好 申请成功 这是非常的顺利 OK 那么这个Key 咱们把它记录下来 首先咱们将搜索地图的网址记录下来 OK 搜索地图 API Key 好的 进入下来之后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地方好像没有跟之前一样 让我们输入包名和数字签名吧 那么没错了 这个呢 就是第二个最大的区别 就是这个地方 只需要我们将应用的名称 输入之后 在这个地方 大家一起来回忆一下 我们在实力化一个地图之前 地图实力之前呢 我们应该先做哪些操作 有哪些步骤 要实现的 OK 大家回忆一下 第一点呢 第一点呢 是什么 在配置文件当中 将 API Key 导入进来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是什么 配置权限 是我们的应用 获得访问地图 API 以及其他相关硬件的一些权限 好 我们又 看回到 OK 我们又看回到 搜索地图的开发指南 显示地图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怎么 引导我们去 获得一个地图实力的 OK 没错 第一步呢 还是 什么 添加权限 OK 添加权限 好 添加权限 在这个配置文件里面 好 配置完全限之后 要将我们的 Key 给导入进来 OK 还是老样子 将我们的Key 导入进来 我们的Key 是多少呢 好 找回到我们的Key OK 收入到这个地方来 好了 好了 配置好 这些仓数之后呢 接下来 要从布局文件开始 添加地图实力 添加地图实力 这个地图实力 其实也很简单的 然后在布局上面 我们已经完成对地图的一个布局了 OK 接下来我们打开 MadeAptivity 在MadeAptivity里面 添加对地图生命周期的管理 OK 确保程序退出之后 侵攻地图占用的内存资源 开发者需要管理地图的生命周期 那么没错了 这其实呢 是提醒我们 在Aptivity的生命周期里面 该暂停的时候暂停 该销毁的时候销毁 这样子 才不会 对系统资源 造成一种浪费 OK 接下来咱们放到手机里面 去运行一下 好的 地图显示出来了 好 OK 接下来来总结一下 这一节课的一些要点 那么这节课的要点呢 第一点就是 在获取API Key 之前我们要做一个登录 登录的时候 我们需要用到一个QQ账号 那么第二点呢 还是要导入 API Key 和权限 由于搜索地图的申请和使用都相对简单 那么这节课总结出两个要点 我们这节课的课程就学习到这里 感谢大家 再见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